欢迎你又来收看《心灵急救》节目 每一次我都选一个新闻和你分享一下 究竟如何在里面学到情绪管理的学问 今次我选了一个新闻关于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将信用卡欠的钱用搶器方式来瘫痪 报纸说平均有些年轻人在两年的时间才还钱 不能够量入为出是一个很不好的消费风气 很多年轻人误解了 以为买了很多东西就很开心了 所以想大家想一下 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快乐人 原来是快乐的理论 就是说和以下我们以为很重要的因素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金钱 金钱提供给人的快乐 原来研究说是递减息的 什么叫递减息呢 就是初初你出量就很开心 然后半天之后觉得很平凡 然后明天觉得要等很久了 所以慢慢这个开心是会跌下去的 年岁年轻人也有开心也不开心 所以没有关系的 男女性别也没有关系的 教育水平也没有关系的 有些读很多书 但是更加疲异 因为他看到很多危机的问题 养儿育女也没有关系的 有些孝顺有些不孝顺 外表漂亮也没有关系呢 也没有关系的 外表吸引力的人其实压力更大 怕自己没有那么漂亮 快乐的人呢 其实真是有得触路的 第一就是令人开心 你多不多 那些人看到你呢 就产生快乐的感觉呢 那是快乐的人有的 有亲密的朋友 很多人打电话给你 讲心事 那些人很快乐的 还有呢 就是剪才华的工作 就是那份工呢 发挥到你的天分 所以别人说呢 很多东西都要找你帮忙 你开心的 还有哦 睡得好是很开心的 因为睡得好呢 容易找到身边 遇到一些很开心的 虽然小小的事 你都留意到 所以快点开心呢 是睡得好的人呢 尊满右的福利来的 高自尊呢 有关系哦 如果你的人呢 看得起自己 做些事情觉得有价值的 你是快乐一点的 宗教信仰很重要 因为个人呢 接受自己的限制 又知道呢 天生我才必有用 慢慢等待等待 等到自己呢 有些对的工作 甚至到越做越生猛 因为发觉到呢 是用尽上天给自己的福气 所以我想问你 你比较多享受那些感觉良好的快乐 那说明我感觉良好的 就是初初觉得好 遲些就不一定的 是报酬递减的定律来的 这是呢 价值为本的快乐 那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处境 很想听一下 有没有改善方法呢 那就请你 将你的情况呢 电邮给我们 我会在节目里面呢 为你解答 祝福你生活里面 有真实的快乐 有真实的快乐 我会在节目里面 让我感觉到 为你所见的 联系